谢忠林 却熟知海外验收标准和要求 在投身埃及新首都CBD标志塔建设时 变得得心应手 今年2月为了施工建设 谢忠林选择在疫情期间逆行 从上海搭乘飞机 跨越6个时区 经历20个小时返回埃及 积极投身到工作当中 谢忠林说 哪里需要我 我就到哪里去 今年31岁的钢筋工萨米 担任中建埃及新首都CBD项目 P1标段C04楼座 属地钢筋班班长一年来 世事率先锤范 勇于争先 他带领了班组 也因业务能力和执行能力双强 得到了总包和监理好评 在钢筋工岗位历练了11年的萨米 来到中国公司工作一时 就发现两国有些公义 公法迥异 他经过潜心比对 提出了优势互补的重组方案 并得到了中方管理人员认可 这不仅直接提高了功效 还大大密切 中埃两国员工的合作关系 萨米尔是P2P6标段Unity的劳务队负责人 大家管他叫队长 他是个很有号召力和影响力的人 这得益于他对中间各项制度和规范的细心把握 运用 得益于他与他为善的沟通交流 还得益于他对工人的真心关爱 大家普遍反应 萨米尔平易近日值得信赖 在P2P6标段曾传送的一段萨米尔带领工人 圆满完成D03装机方精力绑扎的佳话 萨米尔说 那是学习中国人勤勉精神的结果 P2P6标段项目经理赵亚利对他十分认可 称赞他是声明大义 并融合埃及和中国传统美德的优秀员工 史瑞鹏是埃及新首都CBD项目P4标段的一名商务成本员 主要负责办公用品管理工人工资核算费用报销等工作 在处理这些种类繁多且分杂的事情时 他始终保持了严谨的工作作风 每每看到工人拿到工资后脸上的喜悦 他便一点眼觉的累了 疫情期间工友生病需回国治疗 他主动帮着订购机票 办理回国手续 并宣讲隔离政策 护送跟机 跟踪行程直至工友安全到家 排千佳忧解百家仇 是对他工作最好的写照